字幕製作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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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Siveny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很久沒有做的美日妝容 那距離我上次做我的Everyday Makeup 其實有一段時間了 我現在的畫法跟以前也都不太一樣 加上我最近 完全的愛上就是粉紅色的眼妝啊 然後呢 比較有玫瑰色的這種唇彩 所以呢 想說要跟你們來分享 那這次的版本也是全開架的喔 所以我相信可能對一些小之女啊 或者是學生都會比較有幫助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我臉上這個妝是怎麼畫的話 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好 那首先妝前保養的部分 我要用的是未來美的水蒸膜 那這個我有做過影片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可以去這裡看 那我其實已經快用完了 裡面挖剩下一點 但我覺得這個步驟就是讓我的皮膚比較保濕 然後之後的妝比較服貼好上 好 那稍微等它吸收一下喔 很快很快 那妝前乳的部分我今天要用的是 Maybelline的夢幻奇蹟控油透潤磁妝乳 那我今天底妝用的是氣墊 所以相對來說磁妝度會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就用這一罐來加強 好的 接下來就進入底妝的部分 今天我要用的就是Maybelline的Dream Cushion 然後呢這個就是把他們的夢幻奇蹟粉底液變成氣墊的那一款 就是我在我的Haul裡面有介紹過的 然後我用的色號是20號 那我就直接用它的粉撲 然後Maybelline的氣墊就是都是這種大氣孔的 所以呢壓下去的時候都要就是小心一點 不然你就會很多 但這款因為它其實很薄透的關係 所以你就算壓多一點也不會像另外兩款那麼可怕 好 上給你們看 你看它跟我的膚色超級合的啦 那它是真的是沒有什麼遮瑕度的 只是說它的光澤很漂亮 我覺得我的斑好像真的變多了 它比較多是修飾膚色跟毛孔的效果 大概上個兩層這個遮瑕度才會稍微多一點點 好 那大概上完兩層以後大概是長這樣子 遮瑕度大概只有五六層左右 可是你們也知道我不是那種很追求高遮瑕度的人 我是很喜歡它這個光澤的部分 然後還有跟我的臉很合這個部分 就真的是零色差啊 很像MAC有零色差唇膏 就是零色差起點 那用起來的效果跟夢幻奇蹟粉底液真的非常像 只是我覺得又再更透亮一點 再來眉毛我要用的是Innisfree的妝自然眉筆 然後色號是黑 那這一款我已經用到你看字都掉了 真的是很好用 我覺得開架我目前最喜歡的眉筆是這一支 那我就直接沿著我的眉型去描繪 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眉頭決定一切所以我們現在要安靜一下 好 眉頭安全了 你可以繼續往後了 我通常就是一直這樣子把它往上帶 嗯 然後也順便有蟑螂須 然後我會用 然後我會用Anastasia的這個眉刷梳開 因為這個比較硬梳起來比較好看 我覺得妝自然那一款太軟了 反數起來的顏色會有一點色塊 應該是史上畫眉最隨性的YouTuber吧 那超級簡單的眉毛完成以後我們就進入眼妝 那眼妝的話我今天用的是Carly的BH這一盤 那如果你們想要在台灣買類似的顏色的話 我覺得LA Girls的這一盤 前面幾個顏色都還蠻漂亮的 但我比較推它的霧面色 它的亮面色就普通這樣子 對 這幾個顏色跟我等下用的都很像 今天的眼妝就只要準備兩個顏色 就是一個淺的接近眼窩色的淡粉色 跟一個比較深的偏紫的這種粉色 那在上眼影之前呢我會先上蜜粉在我的眼皮上面 這樣子等下眼妝會比較好暈 然後呢也比較持久 好那我就要直接拿這個顏色 然後上在我整個眼窩 會稍微比我的眼皮的摺線再高出一點點 然後我會拿一個暈染刷把界線稍微暈一下 再來我會拿這種比較金一點的鉛筆刷 然後呢沾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放在眼尾三分之一處 然後上在這裡 一樣把它稍微再暈開一點 然後我自己現在是喜歡用這種斜角刷 然後一樣沾剛的深色 上在眼頭的地方 這樣會看起來比較深邃 那最後我會用這個帶有一點點珠光的 上在中間 不要太多 因為我這種那雙上太多 有太多亮片或是珠光 就會顯得泡泡 一點點就好了 好那再來我習慣先上睫毛再上眼線 因為我畫眼線的時候 有時候會需要睫毛那個弧度來輔助 對所以每個人都習慣不一樣 再來睫毛膏我用的是 所有開架裡面我最愛的KISS ME 這支是粉紅色的漸層的那一支 我會再補上它的名字 因為它們每個名字都太像了 很容易講錯喔 刷完的睫毛大概是長這樣子 再來眼線液我要用的是 KISS ME的 零阻力經典復古中眼線液筆 那這一支很好畫出水也很順 那唯一就是我覺得它的中 有點燒淺了一點 然後 那KISS ME的眼線液真的是不太會暈的 但是它會不見 就到晚上可能它就消失 你可能就只剩一遍 先畫眼尾 然後我不喜歡最後這邊有空隙 所以我會把它填起來 好那眼妝還有一個步驟 就是在這裡眼尾這邊 還是要補上上面的剛剛那個紫色的顏色 這樣子才會看起來比較一致 這個步驟真的能讓眼睛比較小 像我女生稍微放在一些 好那手柴女如果可以畫我的眼妝就結束 接下來我們來拯救一下我們的臉 那我現在都是喜歡上完眼妝以後 再上眼下遮瑕 因為可能會掉一些魚粉下來 所以呢 這樣子上完會比較乾淨 那 我今天要用的遮瑕 其實我本來超級無敵想用Tarte的 可是 愛於它不是開架 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下一次再用它 那今天我就用我的開架最愛FIT ME 來上遮瑕的部分 然後 好消息是KICK ME FIT ME進台灣囉 那他們寄給我是15-25號 剛好一個太淺一個有點太深 所以我還是要用我的20號 但是只是想跟你們分享說 以後台灣也買得到囉 大家可以密切注意保養 嗯 眼下的地方 怎麼辦我現在用完Tarte 有點回不去FIT ME了 會瞬間覺得有點弱掉 在修容的部分 我們上一點點打亮一下這裡 再來修容的部分 我們要做一個小First Impression 就是我買的Butter Bronzer 因為我剛剛瞬間發現我所有的修容都沒有開架了 所以趕快把新買的這個拿出來 這個是Physicians Formula的 是Cara很推 然後有濃濃的椰子味 好濃 欸 打開來有好一點 打開來是比較椰子香水的味道 它下面還有附那個刷具 而且 好可愛喔 你看它的刷具是 不是那個欸 不是刷毛欸 是這樣子很有趣的一個像 融布的東西嗎 我們還是先就是 乖乖的用我的修容刷好的習慣的 好 先來摸一下 唉唷 好神奇的觸感喔 真的很滑欸 好那我現在修容都打在這裡 比較有小臉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喔 有有有有有 有一點點多 喔 喔 哇 好好上喔 欸很厲害欸 它跟 它比粉又再更滑欸 就它是真的是很creamy 第一印象蠻好的 主要是鼻子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鼻影的效果 這個其實也蠻 算蠻顯色的欸 嗯 用太多了 我們趕快補救一下 這個我真的蠻喜歡的欸 看很自然 謝謝Cara的推薦 讚讚 好了再來腮紅的部分呢 我要用的是我的摯愛 就是Colourpop的 Between the Sheets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 Super Shock Cheek Super 今天到底在說什麼 Super Shock Cheek 然後這個是Map的 然後 它已經被我用到整個已經扁平了 那它其實 介於腮紅霜跟腮紅之間 就是 它的質地是比較濕的 你其實用手指上也可以 像Anton的手指上 那 我最喜歡就是 一樣是拿腮紅刷上 因為它比較不會 像一般的腮紅那麼乾 所以上上去會顯得 皮膚紋路不好 或什麼的 然後呢我就直接用 簡單的腮紅刷 這樣子 繞幾圈 然後它就可以抓得上去 雖然它是比較濕的 但是 這樣的用法是ok的 然後我就放在這邊 我覺得鏡頭照不出它的那個顏色 它就是一個很自然很漂亮的一個淡粉色 就是什麼妝都百搭的那種 看得出來嗎 喔有一點看出來了 今天是因為我用的底妝沒有很白 不然 平常如果 白一點的話 就會更明顯 這是我唯一有在用的腮紅 好了再來打亮我要用的是NYX 我新買的這個Away We Glow 這個叫Daytime Halo 我覺得它上起來比 我之前常用的那個 像牙膏的那一個 就是這個用起來的效果不會那麼集中 就是它的打亮效果是比較分散 比較漂亮的 就是比較自然 不會像是有一條線在你臉上的那樣子 而且它的顏色是一個帶金色調的 就是不會太白 然後也不會太粉 變成很像腮紅 我覺得亞洲人其實在選 你們看到了嗎 好難 好這樣看得出來 就我覺得亞洲人其實在選打亮要蠻小心的 因為跟自己的膚色合不合還蠻重要的 所以用唇彩的部分 我就在用我每天都在用超級無敵愛用的 Revlon 655 655它就是一個標準的漂亮的玫瑰色 而且我覺得蠻不挑人的 那這款我已經不知道燒多少人了 它真的是我用過最不乾的霧面型唇釉 也是我用過最持久的 然後唯一的downside可能就是它的味道吧 就是它是一個很奇怪的櫻桃怪 反正怪櫻桃味 你們一定要自己去聞 那我是覺得它上酒就不太聞得到 我所謂吃到 就是你舔到的話也還好 不會很可怕 但是有些人好像還是不能接受 所以大家還是要自己去聞聞看再決定要不要買 我覺得它還很好描繪的 哎呀 好醜 好 那這款唇膏其實不管是塗滿 或者是你塗咬唇都很漂亮 那我今天是選擇塗滿 因為我覺得比較符合我整體的妝感 好 那我們的超簡單零技巧的這種 每天都能畫的玫瑰色妝容就完成囉 那相信我只要我畫得出來 你們一定都可以畫得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勇於去嘗試 而且我覺得最近其實大家都在畫這種類似的風格 你們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像我啊 麥克啊 Anne 其實我們最近都是走這種粉紅色的眼妝的路線 因為其實台灣的女生的皮膚顏色還蠻適合的 就是大家可以放膽去嘗試 就是不要怕像被揍 基本上你不要用到太直了就還好 就是都會看起來蠻浪漫的啊這樣子 好 那就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們還希望有類似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讚讓我知道 那如果你是新來的朋友的話 歡迎你來到我的頻道 也可以去看看我的其他影片 然後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好 那有什麼想對我說也都可以留言給我 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